让夏天越来越热的温室效应 主要来自过量的二氧化碳 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? 科技部年度十大科学研究之破坏性创新论文 带我们看见全世界 台大化学系陈浩铭副教授 成功研发出低耗能就能分解二氧化碳的方法 在实验室里,分解二氧化碳除了需要光或电等能源 关键是加入催化剂 这个分解过程称为二氧化碳还原 如果能大量应用,不但解决温室效应 还能形成永续的能源系统 但是,目前已知的各种催化剂 需要的驱动电压都很高,非常高耗能 也就是费用太高了,无法走出实验室被大量应用 团队发现,大自然的催化剂都是比细胞更小的结构 这个启发让团队开始努力寻找单原子催化剂 终于发现这个催化剂需要的电压非常低,而且效能超高 使目前世界上最少耗能就能分解二氧化碳的材料 团队进一步应用各项技术,确认优秀效能是来自于铁单原子 如果成功实现二氧化碳减量,不但解决温室效应 让地球降温,分解后产生的一氧化碳还有多元用途 未来更有机会用太阳能或其他解击能源回收二氧化碳 达成人工光合作用,让地球恢复永续的生机